好 我们这个 最后一题了 就是闭关修炼 第100题 做完这一题就可以出关了 大家的这个暑期也要结束了 这个绵延了一个半月 应该一般情况下来说 那么就这个暑期的话 应该是7月10来号左右就放假 那现在 做完这100题 我觉得应该说水平会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OK 那数据1的 这个因为数据1呢 才会提现在的这个估计量的偏见标准 这个无偏估计和这个估计的有效性 无偏估计的话呢 指的是这个期望呢 是等于增值 对吧 期望等于增值 那这个有效性的话 指的是谁方差更小 方差更小 当然前提是在无偏的前提之下 好 那总体X呢 不从这个区间0c上的均匀分布 这一本应该写成开局间为好 这一般的教材上 现在都是写开局间了 其实这个端年也无所谓 那均匀分布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它的密度呢 是那个非常简单的 就是c大分之一 是吧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它的密度就是 这个c大分之一 当这个X呢 它属于0到c大开局间的时候 那0其他的 是吧 others 这样 这个也很简单啊 它是它的分布函数 大家都没有问题 它分布函数 这个一定要写 然后会写 是吧 最基本的啊 当0当X小于那个什么的时候 那小于0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就是B减A分之什么 那X减A也就是c大分之 X 它非常简单啊 那X呢 大于等于0 小于C大 好 这个左黑 右臂还左臂 右开心的 无所谓啊 这C大呢 是大于等于1的说 所以这个 X的分布函数 太简单啊 太简单 所以这个 不是在这个地方 要要要要为难大家啊 所以这题目 它的主要的内容不在这儿啊 它的要害在于你后面的 那些什么呢 呃 期望啊 方差啊 这些东西的计算啊 就在那些 OK 那123啊 三个啊 就三个啊 只有三个啊 所以这个呢 呃 使得你的这个分布函数呢 好算一点啊 就是这个样本 只有123 样本只有123 啊 就一个样本 好了 让你证c大1啊 c大1接这个 三分之四 max 是吧 和这个c大2 4倍的这个minimum啊 最小的都是啊 都是无偏估计量 然后呢 啊 针对这两个估计量 问哪一个 较有效啊 或者说更有效 也就是问你 这个第 c大1和 第c大2接 这两个到底谁大 谁小 是吧 比大小 好了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其实我们未必非要跟着那个打起的一模一样啊 有很多东西大家自己去做啊 做了之后呢 你才会有一些启发啊 和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些想法啊 而不是比较空洞的一些东西 那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一已经让你正的 它是无偏估计量 那既然已经是无偏的 我们知道这个是等于是吧 意义这个 来来来来继续走一走啊 平方的希望减轻的谁啊 希望的呃平方对吧 大家知道了吧 这没有问题的啊 而这两个呢 都是都是等于c他的啊 也就是说这个一定是等于意义什么的c他一间c他一平方的间是吧啊 这样的平方 ok那减去什么呀 直接写就c他的平方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他呢 肯定是c他二间的平方 他的期望 减去c他的平方 所以现在只需要去比这两个平方的期望他的大小 ok 好 这是我对这两个 小问啊 他的一个分析 ok 然后小问的一个分析 好 现在呢 我们写一下这个解题过程 ok 那写写啊 这计算 这计算的话 我再申明一遍啊 就是你未必要跟这个呃 答案写的一模一样 好了 我们这个f他的分布函数就直接的 刚才已经写了啊 他是0 当这个f小于0的时候 然后呢 是θ分之f 当f呢 在0到θ之间的时候 那是1 是吧 刚才f呢 大于等于θk 好 这个呢 呃 我觉得一般人没有丝毫的问题 好 那有人说 呃 为什么要写左臂右开 这是习惯啊 所以我们区间呃 往往呢 是左臂右开 啊 我指的是那个啥啊 指的是这个分段的区间啊 而不是讲的那个啊 讲的那个什么 求概率的 求概率的是 就是pf大于a小于等于b 它是fb-fa啊 那那个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平常咱们自己做题的时候呢 呃 要搞明白你在干嘛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来写它的分布函数啊 注意这个max啊 max它的分布函数呢 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所以我们写f这个max 好吧 这一个是max 一个是minimal 直接就写这个吧 fmax啊 它这个 呃 ok 好了 然后呢 它的这个呃 密度是吧 fmax 它的密度 好吧 密度就是 呃 它去求导 是吧 就是三倍的f的平方啊 那个小f 啊 小f的话 自在什么呢 自在0到θ是 那啥的 是吧 所以就是三倍的θ分之mc 它的平方 乘以密度 密度就是θ分之一 是吧 就是 这个最大也比较小于c的 OK 那就是0 其他 好吧 那这个呢 呃 把max啊 它的密度写出来 应该是非常轻松的啊 非常轻松的 好了 然后呢 fminimal啊 这个大家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fminimal呢 是1减去 是吧 1减fx 它的n次方 n次方 n次方3 OK 好 所以fminimal啊 它的密度就是去求导 求导的话 是三倍的 1减f的平方 然后再乘以一个 呃 乘以小f 是吧 所以 它是三倍的 1减f的平方 乘以一个小f 那 x呢 再0到θ之间 然后其他的 others 是吧 好 这给大家声明一下啊 这密度等于0的地方 一定要写啊 密度等于0的地方 一定要写啊 就是呃 答题规范的问题啊 这密度为0的地方 不是没有密度 只是它的密度等于0 好了 现在呢 我们要去算这个 呃 e θ1 接 是吧 eθ1 接的话呢 它是 4分之4 emax 对吧 emax 然后这就是s ok 啊 三分之四 好了 那我们就来算一下 是吧 就来算一下这个情况 它是这个呃 三分之四 那么就是四倍的 是吧 0到θ 啊 θ分之百分之四 它的平方 ok 啊 然后这是θ分之一 啊 这是dx 好了 然后再还要再吗 还要乘一个x 对吧 x乘以它的密度 啊 去算一通啊 这是呃 ε三次方 就是四分之 这是θ的那个呃 三次方分之什么东西 是吧 就这个就算出来的话 那是θ的三次方分之 呃 ε四次方 对吧 这算出来得下 这应该是没问题啊 好算一下 ok 那同样的 呃 1θ2 它现在是呃 4倍的minimal 啊 所以是4倍的e 就是minimal 啊 这是快点啊 s化 好了 这是4倍的 那4倍的话呢 这是12倍 是吧 ok 12倍的0到θ 啊 那1减去θ分之x 再乘以θ分之1 啊 这平方 呃 这dc的 啊不dc的dx 好吧 dx 那自己去刷一下啊 那这个地方呢 计算能力还是得有啊 c分之x可以凑进去 我来给你写写吧 好吧 那12 嘿 0到θ 这计算能力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θ分之x 还有4它的平方啊 好吧 然后d就是1减去θ分之x 这不是有一个4的分之1吗 嗯 那现在有个符号 好吧 那这就是什么情况呢 嗯 4倍的minimum 是吧 啊 这有个4倍的minimum 10 我看一下 啊 4倍的 对 12 12 那个那个啥 啊 12是3 啊 这是2k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 负 4倍的 啊 那 这是 嗯 1-θ分之x 它的 嗯 我看一下啊 那么1-θ分之x θ分之1 嗯 1-θ分之x 对 没错 没错 它是 嗯 三次方 4倍的 那它的三次方啊 0-θ 0-θ 0 0的话是等于 哎 看一下啊 哦 这还有个 sorry 这还有些 又来了啊 这也是少了一个 Ls 嗯 12-0-θ 这个计算 这个计算 这些东西 你不能指望别人给你算啊 还是要自己去写一写 好吧 1-θ分之x 它的平方 乘以这个θ分之x呢 减1 再加个1 这是dx ok 好吧 那所以它是12倍的 那里面的0到θ 啊 这样的话呢 是 嗯 这里面是1-θ分之x它的平方 减去是吧 1-θ分之x它的 嗯 嗯 那是 这样子吧 对吧 好吧 嗯 这个是dx的 这个是插入 ok 就 就这个 对吧 那这个的话呢 去 抽一通 啊 抽一通 那这个是 呃 四分之一 是吧 四分之一那啥 啊 ok 四分之一 再凑一个θ分之1出来了 啊 那这边是三分之一 是吧 就是12倍的啊 进去一下 就是0到θ 啊 那就是1-θ分之x它的平方 所以d-1-θ分之x 好 现在出了一个负θ 呃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 要出一个负θ 的 1-12c ok 好 那这边呢 又出一个负的 所以应该是加上啊 呃 12这个c的 是吧 就是0到c的啊 1-θ分之x它的三次方 d-1-θ分之x 好吧 好 算一下啊 这是三次方 所以是负的 这个是4c的 好吧 1-θ分之x它的三次方 那这边是4c的 那这边是4c的 那这边呢 是呃 这个-3c的 好吧 当然这个东西 你不管怎么算出来啊 我不论你怎么算出来 反正言之 你要把这个 c1和c2它的期望啊 就是认认真真的 原原本本的给算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第一问啊 就算是搞定了 也就是说 现在c1和c2 那今儿确确实实均是啊 那这个c的无偏估计点 ok 好 那第二问 第二问的话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由于呢 啊 这个1-θ1和1-θ2 啊 啊 都是等于θ 我们自须 比较啊 啊 这个1-θ1的平方 与是吧 1-θ2间的平方啊 啊 它的大小 好 而这个1-θ1的平方 它的期望是啊 是这个0到θ ok 我们来看一下 ok 是吧 它是呃 4倍的那个啥啊 是4倍的 嗯 那个minimum ok 我们写一下啊 它是4倍的啊 所以是 呃 4 是吧 4 这个东西 4m4 它的平方 啊 乘以它的那块密度 是吧 三倍的就是1-θ就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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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1-3-0-2-1-1-9-1-2-1-2-3-2-3-2-1-3-4. 好吧 这就是0到θ 这是4x平方 重义3倍的1 减去θ分之x 括号的平方 乘以θ分之1dx 好 这个呢 大家去 认认真真的去算一下 去算一下 这个我就不再重复那个过程了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前面这个还好 这个凑微分 后面这个的话呢 可以去把它展开 再去算的都行 所以我算一个他吧 我算一个他吧 这个呢是 9分之16 那这样的话呢 是3分之16 是吧 然后是0到那个θ 这是x平方 x四次方 x四次方θ的 三次方分之x的四次方 dθ 那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1θ1 它的 呃 接着的情况吧 是等于 呃 3分之16 乘以 呃 5θ的三次方 那是x的5次方 是吧 0到θ OK 那也就是15分之16 c的平方 好了 这样的话呢 一减啊 就是那个 解析上面的15分之1 啊 同样的 那这个1θ2 啊 接着的平方呢 就是 呃 这个5分之3啊 加上那个啥啊 5分之3加呢 也就是 呃 5分之8吧 啊 所以呢 这个1θ1它的接着的平方呢 是小于1θ2接着的平方 那也就是说呢 呃 这个θ1接着比这个θ2接着一样更有效 啊 有效是针对啊 估计 是吧 就是针对估计 估计这个θ来说 那θ1接着比θ2接着啊 这个更加的啊 有效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啊 1θ1啊 就大功告成了啊 大功告成了 那呃 最后啊 这个啊 给大家讲了这个一个多月的题 是吧 啊 大家还不知道我是谁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呃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咱们来看看啊 这作业还挺难的啊 这个作业还挺难的啊 大家通过这个声音呢 看一下啊 下面哪一个啊 是给大家 讲题的啊 陈道 好 大家看一下啊 是 这一位 还是这一位 好 还是这一位啊 大家写一下 这个123 那呢 那呢